三體三,死神永生第四步一,掩體紀元一一年,掩體世界,37813號,你的這一階段冬眠已經終止,你已經冬眠六十二年八個月,二十一天十三小時,你的剩餘冬眠時間,許可權為兩百三十八年三個月九天,亞洲一號冬眠中心,掩體紀元一一年五月九日十四點十七分, 這個小小的資訊視窗,在剛剛騷醒的程心面前,顯示了不到一分鐘,然後就消失了,程心看到了光潔的金屬天花板,他習慣盛地盯著天花板上的一個點看,在他最後一次進入冬眠的那個時代,如果這麼做的話,天花板就會感應到他的注視,然後彈出資訊視窗,但這個天花板沒有粉形, 雖然還沒有力氣轉動頭部,但他還是可以看到房間的一部分,觸目所及全是空蕩蕩的金屬牆壁,沒有資訊視窗,空氣中那是空蕩蕩的,沒有任何全色顯示,牆壁的金屬看上去很熟識,像是不受鋼片立鋁合金,看不到任何裝飾, 一個護士出現在程心的視野中,他很年輕,沒有正眼看程心,而視在他的床周圍忙碌尿一會兒,可能視在拆除與他連接的醫學設備, 程心的身體還感覺不出他做了些什麼,但卻從這個護士身上看到某些熟識的東西,程心很快知道是護士的衣服,在程心最後所處的那個時代,人們的服裝都是用自清潔衣料製作,極其潔淨,任何時候都如全身的一般,但這個護士身上的白色護士裝, 卻能看出色舊的樣子,雖然也還整潔,但能看出穿用的痕跡,時間的痕跡,天花板再移動,程心看到自己的床被推出這間騷醒室,他吃經地發現,是哪個護士在推著他走,活動床居然需要人推,走廊中看到的也是空蕩蕩的金屬牆壁,除了頂板上的燈,沒有任何裝飾, 那些燈,看上去都很普通,程心看到一盞頂燈的燈坑脫落了一半,在登區與頂板之間他竟然看到了電線,程心努力回想,意識恢復之初,看到的資訊時窗, 卻不敢肯定他真的看到過那東西,仿佛是個幻覺,走廊裡人很多,沒人注意情心,程心首先仍是注意到人們的衣著,除了不多的穿白衣的衣無人原愛, 人們的衣服也都很簡便平實,色彩單一,像工作服,程心首先感覺,這類似乎有許多西原人,但他立刻否定了這個想法,現在他西原世紀已經很遠了,人類幾年都改變了四次, 不可能再有這麽多的西原人,之所以產生這種感覺,是因為他看到了男人,外形是男人的男人,在威懾幾元消失的男人又回來了, 這是一個能產生男人的時代,人們行色匆匆,看上去都有視在身,這似乎又是一個輪迴。 上一個時代,那種閒息和協議已經消失,忙碌的社會再次出現,在這個時代裏,大部分人不再是有限階級,要為生活奔忘了。 程心被推進了一個小房間,37813號騷醒正常,進28號灰復室,護士不知對誰哭道,然後走了,他出去的時候,關上了門。 程心注意到房間的門是手動的,房間裡只姓程心一人躺在床上,很長時間沒人來打要他。 與前兩次騷醒他受到的大量關注和照顧完全不同。他現在能確定的有兩點,首先,在這個時代,冬眠和騷醒是一件極平常的時。 另外,他的騷醒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就像當年邏輯在危機紀元末的騷醒一樣。 程心的身體漸漸恢復自覺,他的頭能夠轉動了,隨即看到了房間的窗戶。 他仍記得東面前看到的世界,那時的東面中心是城市邊緣的一棵巨樹建築。 他當時在最頂端的葉子裡,從落地窗可以看到狐偉的城市森林。 現在從這線窗看出去,只看到幾棟普通的樓房,見在地面上的樓房。 外形整齊或一,從反射陽光的錶面看,像是金屬結構的。 這些建築讓情深在一次感覺回到了西元世紀。 他突然有一種幻覺,自己是不是剛從一場大夢中醒來, 為攝紀元、廣播紀元的一切都是夢。 那些記憶雖然清晰,但太超現實,太像夢了。 也許,自己根本沒有三次跨越時間,形身在西元世紀。 一個全式資訊視窗在床邊出現了,讓情深打消了這個幻覺。 資訊視窗中只有幾個簡單的按鈕,可以用來呼叫醫生和護士。 這女似乎對騷醒者的身體恢復過程十分了解, 情深剛剛能夠抬起手來,視窗就出現了。 但也僅僅是這一個小小的視窗, 哪個資訊視窗普天蓋地的超資訊社會消失了。 與前兩次騷醒不同,這次情深恢復得很快。 當外面天色暗下來的時候,她已經能夠下床走動了。 她發現,這女子提供最簡單的服務。 期間只有一個醫生,進來簡單地擦看了一下就走了。 一切都靠自理,在仍然暈身無力的情況下。 第一次沐浴得全靠自己,再比喻用餐。 如果不在哪個小小的資訊視窗中要求。 她掃醒後的第一餐,可能永遠也不會送來。 對這些情深沒有感到不快。 她從來就沒有完全融入那種對每個人都照顧得無微不止的人性化時代。 她習慣的仍是西元世紀的生活,現在有一種回歸感。 第二天上午,有人來看情深。 她一眼就認出來人是曹斌。 這位物理學家曾經是最年輕的執見人候選人。 現在看上去老了許多,頭上出現了少許白髮。 但歲月並未在她身上留下62年的痕跡。 湯瑪斯維德先生讓我來接你曹斌月,出什麽事了,想到自己被喚醒的條件,情深的心尋了下來。 到那裡後再說吧,曹斌略微停頓後說。 這之前我先帶你看看這個新世界。 以便你能對情況做出正確的判斷,情深看看窗外那幾棟外表平常的建築,並沒感覺到這個世界是新的。 那你呢?這六十多年你不會一直醒著吧? 情深收回目光月,我差不多是與你一起東眠的。 十七年後患日加速器逃入運行。 我就醒來搞基礎理論,搞了十五年。 再後來,研究開始進入技術方向。 我就沒用了,又冬眠。 兩年前才醒來,曲率驅動飛船項目怎麽樣了?有些進展。 以後再說吧,這方面的事,顯然是曹斌不願意很快提及的。 情深又看看外面。一陣微風吹過,窗前的一棵小樹發出了沙沙聲。 好像有雲遮住了太陽。那幾棟建築的金屬錶面的反光暗了下來。 這個平凡的世界,能與光束飛船有關係嗎? 曹斌也隨著情深的目光看看窗外,然後笑了起來。 你肯定和我剛醒來時一樣。 對這個時代很失望。如果你現在感覺恢復得差不多了。 我們出去看看吧,半個小時後,情深穿著一身與這個時代相稱的白色套裝。 與曹斌一起來到東眠中心的一個陽台上。 城市在他面前展開,唯一令情深感慨的,仍然是這種時光度流的平凡感。 在衛涉紀元第一次蘇醒後,當他看到城市的巨樹森林時。那種震撼難以言表,他本來以為永遠也看不到這樣平凡的城市景觀了。 城市規劃得很整齊,好像是一次性建成的。建築的外形單調獲一,似乎只考慮實用性。 沒有任何建築美學方面的設計,都是長方體形狀,外表沒有任何裝飾,甚至標面的色彩都是一樣的金屬銀灰色。 很奇怪,竟讓他想起小時候見過的旅飯盒。 這些整齊的建築密集地排列著,直到目力所及的遠方。 在那裡,是向上升起的山坡,城市延伸到波上。 這時那裡,程心問,見鬼,怎麽又是陰天,看不到對面了曹賓沒有回答程心的問題。 而是看著天空失望地搖搖頭。好像陰天對程心認識這個新世界,有很大影響時的。 但程心很快發現了天空的異常,太陽在雲層前面。 這時,雲層開始消散,出現一度迅速擴大的雲鏡。 透過雲鏡,程心並沒有看到藍天。他看到的天空仍是大地。 空中的大地上是與周圍相似的城市。 只是他在遠遠地仰望或撫陷。 這就是曹賓剛才說的對面。 程心發現,遠處那升起的地面並不是山坡。 而是一直上升與對面連在一起的。 他回頭看,發現相反的方向地面也在遠方上升。 也是一直升到對面。 這世界是在一個大圓桶中。 這是亞洲一號太空城。 在木星的背面,曹賓這才回答程心剛才的問題。 新世界就這樣展現在程心面前。 所有的平凡瞬間變為震撼。 他感到自己這時才真正騷醒過來。 下午,曹賓帶程心去北邊的城市出入端。 按慣例,太空城的長軸為南北方向。 他們在東面中心的外面上了一輛公共汽車。 這是真正的公共汽車。 在地面行駛,可能是電力驅動。 但從外形上看,即使放到古代, 也不會被誤認為是別的東西。 車上人很多,程心和曹賓找到了最後的兩個座位。 後面上來的人只能站住, 程心回想他最後一次成功車是什麽時候。 即使在西元世紀, 他也很早就不再坐這讓永濟的車了。 車速不快,可以重庸地觀賞外面的城市風景。 現在,這一節在情深眼中都有了全身的含意。 他看到大片的流群從車窗外掠過, 其間有小片的綠地和水塘。 他還看到兩所學校,校園裡有藍色的操場。 他看到公路之外的地上覆蓋住黑色的土壤。 看上去與地球的土地沒有太大區別。 路邊總住一種狠像不同的闊葉樹, 還不時出現看板。 上面的商品情深大多認不出事甚麽。 但廣告的風格卻不陌生, 與西元世紀城市的唯一區別是, 這個世界幾乎全部是用金屬建成的。 建築物都是金屬構造。 看看車內,除金屬外也很少見到其他的材料。 沒有合成板,也沒有塑膠。 情深更多注意的, 還是車內的人在另一側的座位上坐著兩個男人。 其中一個夾著黑色的公事包再打合睡。 另一個穿著一身帶有黑色油污的黃色工作服。 腳旁放著一個工具袋, 一件情深不認識的器具從代中露出一本。 像是古代的衝擊轉,不過是半透明的。 這個男人的臉上露出體力勞動者的疲憊和莫然。 前排坐著一對情侶, 男孩伏在女孩的耳邊不停地睡著什麼。 女孩不時地傻笑一陣, 並用一個小片兒從紙杯中刮出粉紅色的東西吃。 顯然是冰淇淋, 情深甚至聞到料奶油的甜香味。 與他記憶中三個世紀前的味道沒有什麼不同。 旁邊站著兩個沒有座位的中年婦女, 是那種情深曾經十分熟悉的女人, 被生活磨去了風雲, 變得市井且不收鞭覆。 這樣的女人在威懾幾元和廣播幾元是不存在的, 那個時代的女人皮膚永遠細膩百暖。 在各個年齡段都有著相應的精緻和美麗, 情深聽到了這兩個女人的對話, 你沒弄對。 早時賽價和晚市差不多的, 不要嫌麻煩。 到西頭批發市場去, 那女量不夠也不安批發價買, 你得等到晚一息, 七點以後吧。 那些財犯只走了, 多少都能按批發價。 車內其他人的對話, 也斷斷續續地傳來, 市政部門與大器系統不同的。 比較複雜, 你才需要多掌心壓。 開始和誰都別太近, 也別太遠, 收工暖費就不合理。 應該已經包含在電費裡了, 早點把那個傻瓜換下來, 也不會輸那麼慘, 知足吧。 我還是成見時期的老人呢? 我一年財賬多少, 那魚都不新鮮了, 怎麽能清淨呢? 前天為之為慈, 四號公園的水又日出來了, 淹了一大片, 人家看不想他就算了, 何必呢? 你越他類不類啊, 不是正品, 高仿的都不是, 哪個價錢, 情深的心中, 讓起一種溫暖的感覺, 自從威涉紀元第一次蘇醒後, 他就再尋找這種感覺, 曾以為永遠也找不到了, 他幾乎是貪婪的傾聽著這些話音, 對曹斌介紹太空城的話, 到時沒有太注意, 亞洲一號是掩體工程最早建設的太空城之一, 情規則的圓統形, 旋轉產生的離心力無以重力, 長四十五千米, 直徑八千米, 內部面積三百五十九平方千米, 大約相當於過去地球上, 北京市市區面積的一半。 這女最多時曾生活過兩千多萬人, 現在由於新城不斷建成, 人口已經航至九百萬, 不再那麼永濟了。 這時,情深發現, 前方的天空中又出現了一個太陽。 他們位於兩個太陽之間, 曹斌告訴他, 太空城中共有三個人造太陽, 都沿浮在太空城失重的宗族線上。 商戶間隔十千米左右, 都視由核聚變產生能量, 按二十四小時一就夜調節明暗。 情深突然感到一陣震動, 這時車正好停站, 震動似乎來自大地深處。 他感到背部有微微的推力, 但車這時並沒有開動。 車窗外, 可以看到樹和建築的影子 突然移動了一個角度。 這時天空中的人造太陽再突然移位, 但很快, 太陽在空中又慢慢移回了原位。 情深看到周圍的人對此都毫不在意。 這是太空城的位置維持曹崩月。 公車行駛了約三十分鐘後到達終點, 情深下車後, 讓他陶醉其中的平凡景置結束了, 眼前客然出現一面頂天立地的高牆。 他的高大廣闊讓他到吸一口冷氣, 仿佛到了世界的盡頭。 事實上, 這確實是這個世界的盡頭, 這是太空城的最北端。 是一個直徑八千米的大圓盆。 在地面看不出圓形來, 只能看到大地從兩側升起。 圓盆頂端的高度與珠峰差不多, 連接著太空城的另一面。 有許多福條重環要圓盆的地面, 會聚到四千米高的圓心。 每根福條都是一條電梯軌道, 圓心就視太空城的出入口。 情深載進入電梯前, 戀戀不捨地回頭看了一眼他似乎已經熟悉的城市。 在這個位置上, 三個太陽都能看到。 他們排成一排伸向太空城的另一段, 這時正值黃昏時間, 太陽正在暗下去, 有耀眼的黃白色, 變成了柔和的骨紅。 及城市道上一層溫馨的金光, 情深看到, 在不遠處的草地上有幾個少女, 穿著白色的校服, 坐在草坪上快樂地睡笑著。 他們被風吹起的長髮, 浸透了天頂上夕陽的金色光剝。 電梯內部很寬敞, 像一間大廳, 朝向城市的一面, 視傳透明的, 成為一個寬闊的觀景台。 每個座位上都有固定帶, 隨著電梯的上升, 重力很快減少, 向外看, 地面漸漸降低, 而作為天空的另一個地面, 則漸漸清晰。 當電梯到達完深時, 重力完全消失, 向外看去, 上和下的感覺也完全沒有了, 因為這類處於原統太空城的軸心, 大地在四周環繞一圈。 在這個位置, 太空城展現出最為壯觀的景象。 這時, 三個太陽的光度已經降到月光的程度, 它們的色彩也變成了銀色。 從這個位置上看, 三個太陽月亮幾乎是重合的, 它們的周圍又出現了銀, 銀都集中在寧重力區。 在原統的軸線上, 形成一道白色的雲軸, 一直通到太空城的另一端, 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十五千米遠處的南端。 曹斌告訴程森, 那是城市推進器所在地。 城市華登初上, 在程森的視野中, 這燈海三百六十度環繞著自己, 並向遠方延伸, 它仿佛在從一口環迫覆蓋著 摧顫光彈的巨井頂部向下看。 程森隨意把目光鎖定在城市的某處, 發現那裡樓房的角, 狠像西元世紀自己家所在的蛇區。 它想像著那裡某棟普通的樓房二層的某個窗口。 藍色的窗簾透出柔和的燈光, 窗簾的後面, 爸爸媽媽在等著自己。 程森一時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淚, 在威懾幾元第一次蘇醒後, 程森一直無法融入新時代, 感覺自己是另一個時間的愛來者。 他慢慢沒有想到, 半個世紀後, 再者他們求八億千米的木星背面, 竟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似乎三個多世紀前那熟悉的一切, 被一雙無形的巨手捐起來, 像畫幅一樣捐成圓筒狀, 安放到這裏, 成為者在他眼前環繞一圈的世界。 程森和曹斌進入了一條失中走廊, 這是一條圓形斷面的大管道, 人在裏面抓住失中牽引索上的把手前行。 各個方向上來的電梯中的乘客 都集中到這裏出城, 走廊中人流密集。 在走廊的圓壁上, 顯示出一排資訊時窗, 時窗中的活動畫面大多是新聞和廣告。 但時窗的數量有限, 排列有序, 不像上一個時代, 資訊視窗層層疊疊抱天蓋地的樣子。 在此之前程森就注意到, 讓人眼花繞亂的超資訊時代消失了。 這個世界中湧現的資訊量, 便得有節制而有序。 不知時不時掩體世界政治經濟體制的變化所指。 一出走廊, 程森首先看到頭頂旋轉的星空, 升空轉得很快, 初看讓人有些頭暈。 周圍的視野豁然開闊, 它們正站在太空城頂部直徑八千米的圓形廣場上。 這女是城市的太空港, 停泊著大批的太空飛行器, 其中大部分是太空艇。 外形與程森六十多年前, 看到的沒有太大區別, 但體積普遍縮小了, 有許多大小與古代的小汽車差不多。 程森注意到, 太空艇起飛時發動機噴口的光焰, 比半個世紀前他看到的要暗許多, 不再刺眼, 程憂藍色。 這也許意味著, 小型聚變發動機的效率提高了。 程森看到出口周圍獲出了一個醒目的發光紅圈, 半徑約百米, 他很快明白了這紅圈的含意。 太空城在旋轉中, 圈外的離心力能產生明顯作用, 且在向外會急劇增大, 所以圈外停泊的太空艇需要矛顧, 人在那旅行走時也須穿黏聖鞋, 否則會被鎖出去。 這旅很冷, 只有附近的太空艇啟動時發動機噴出的熱量 才帶來短暫的暖熱, 情深打了個多疏, 並非僅僅因為冷, 而是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竟完全暴露在太空中。 但周圍的空氣和大氣壓是實實在在的, 患能感到震震寒風。 看來, 情深層看到的在非封閉的太空環境中保持大氣壓的技術進一步發展, 已經能夠在全開放的太空生成大氣層了, 曹斌看到了他的震驚。 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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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只能在他地面十米左右形成正常氣壓的空氣層, 再後就做不了了, 雖然來到這個世界的時間也不是太長, 但他已經對這種在情深眼中神話般的技術不在意了, 他只是想讓情深看哪些更震撼的東西, 在旋轉的星海的背景上, 情深看到了掩體世界。 從這個位置可以看到木星太空城群落的大部分, 能看到22座太空城。 還有四座城市在下面被擋住的方向, 這26座太空城比計畫多見了六座, 都處於木星的陰影之中。 他們排成不太整齊的四列眾隊, 讓情深想到了六十多年前, 躲在那塊太空巨石後面的太空艇。 亞洲一號的一則是北美一號和大洋洲一號, 另一則是亞洲三號。 亞洲一號與兩則太空城之間的距離僅五十千米左右, 能感覺到他們的巨大。 將兩火星球一般, 但另一排的四座太空城, 它借裏一百五十千米, 已經很難從視覺上把握他們的大小。 最遠處的太空城, 它借裏一千千米左右, 看上去如玩具般小巧玲瓏, 情深感到太空城群落, 將是河水中一對靜靜的圓浮在岩石後面, 避開激流的魚群。 最靠近亞洲一號的北美一號是一個純球體。 它與亞洲一號的圓柱體, 代表了太空城形狀的兩個極端。 大部分太空城都視界於兩者之間的駝球體。 只視長短逐的比例不同, 亦有一些特異形狀的太空城, 如輪幅營、仿錘營等, 但數量很少。 再另外三火巨行星背面, 還有三個太空城群落, 共三十八座太空城其中, 土星背面二十六座, 海黃星背面八座, 天黃星背面四座。 那些太空城群落所處的位置更加安全, 但也更為邊遠冷藉。 這時, 前排一座太空城突然發出藍光, 將是太空中出現了一個藍色小太陽, 把人和太空艇的影子深深地印在地面上。 曹斌告訴程森, 這時太空城推進器啟動了, 再進行為之維持。 太空城群落並非是木星的衛星, 而是在木星軌道外窄與木星平衡要太陽運行, 這樣才能使城市群落長期隱藏於木星的背陽陰影中。 木星的引力不斷拉緊太空城與行星的距離, 這就要靠城市推進器來不斷維持太空城的位置。 這是一項好能具大的操作。 曾有一個設想, 讓所有太空城成為木星的衛星。 當打擊警暴出現時, 再改變軌道成為木星陰影中的, 隨木星一起圍繞太陽運行的太陽衛星。 但在太陽系預警系統進一步完善並證明其可靠性之前, 沒有一座太空城感冒這個險, 你運氣不錯, 遇到了三天一次的奇觀, 看曹斌指著一則的太空雪。 程深在那個方向, 遠遠地看到了一個小白點, 白點漸漸擴大, 很快變成一個乒乓球大小的白色球體。 木惠爾,程深問, 是,木惠爾, 我們現在離他的軌道很近, 你站穩了別害怕, 程深想著他最後一句話的意思, 同一般人一樣, 在他的印象裡, 天體在玉眼的視野中, 顯示的運行速度都是很慢的。 大部分在短時間觀察中, 無法覺察到其運動, 但他立刻意識到一個事實, 太空城並不是木星的衛星。 他們與木星是相對靜止的。 木惠爾是運行速度很快的一火衛星, 他既得達到每秒十四千米。 這樣木惠爾與太空城的相對速度也是這麼高。 如果太空城與他的軌道很接近的話, 沒容情深細想, 哪個白色球體迅速增大。 其膨脹速度吸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木惠爾很快具了大半個太空, 有一個白色小球轉瞬間變成一個巨大的星球。 空間的上下感也瞬間改變, 情深感到亞洲一號正在向那白色的世界墜落下去, 接著這個直徑三千多千米的世界從他門頭頂快速而過。 那一刻全部太空都被他巨。 這時, 太空城實際上是在木惠爾的冰凍海洋上空飛行, 可以清晰地看到冰面上縱黃交錯的條紋, 像白色巨掌上的掌紋, 被木惠爾引力要動的空氣層中刮起了疾風, 情深感到一股無形的力量從左向右拉扯著自己。 如果不是穿著磁性鞋, 他肯定會被拉來地面。 旁邊沒有固定的小物體都飛了起來, 幾斤與太空艇連接的管艦也非無著飄起, 一陣讓人心跪的隆隆聲從腳下響起, 是太空城巨大的結構框架在木惠爾急劇變化的引力中 產生的英力引起的木惠爾掠過太空城僅用了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然後再另一側把他的另一面顯現出來, 同時急劇變小。 這時,前兩排的八座太空城都啟動了推進器, 調整被木惠爾引力改變的位置和姿態。 太空頓時兩起八個光團, 天啊!剛才他有多近,情深經雲未定地問。 最近的時侯,他這裏一百五十千米,幾乎是擦邊移過。 沒辦法,木星有十三火衛星, 太空城群落不可能完全避開他們。 木惠爾的軌道與尺度傾角很少, 所以與這一排城市距離很近。 他是木星城市群落的主要水源, 上面環有很多工業,但一旦打擊到來。 都是要犧牲掉的,太陽爆發後, 木星所有衛星的軌道都要發生大變化。 到時候,太空城要避開他們。 那可是一個複雜的操作, 曹斌找到了自己來時乘坐的太空艇。 是最小的那種,外形和大小都像古代的小汽車, 只能乘坐兩個人。乘這摩小的一架飛行器進入太空, 讓情深本能地不安。 雖然他知道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在艇內不用穿太空服。 曹斌指示對EI說了聲去北美一號。 太空艇就啟動推進器起飛了, 情深看到地面飛快地退去。 太空艇完成使旋轉的切線飛出。 很快,直徑八千米的城市頂端進入視野, 然後視亞洲一號太空城的整體, 在這個圓柱體後面。 視一片廣闊的暗黃色, 直到這片暗黃的邊界在遠方出現。 情深才意識到, 這就是剛才看不到的木星, 這視這火巨大行星的背揚面, 一切都處於灰陰寒冷的陰影中。 太陽似乎根本不存在, 只有木星輕害的液態表面發出的輪光。 透過深厚的大氣層形成片片朦朧的光雲, 像睡夢中眼皮下滾動的眼球。 木星的巨大使情深狠震驚, 從這個位置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邊緣。 而那邊緣只能看出很小的弧道, 木星像一島遮蔽一切的暗壁, 使情深又有了站在世界盡頭的巨場前的感覺。 在隨後的三天時間裏, 曹斌帶著情深又遊覽了四座太空城, 他們首先去的是他亞洲一號最近的北尾一號, 那是一座純球體形狀的太空城。 這種設計的最大優勢在於, 只需在球深有一個人造太陽, 即可使所有地區得到相同的光照。 但球體構形的缺陷也很明顯, 主要是不同緯度地區的重力差異較大, 尺度地區重力最大, 隨著緯度升高重力減少, 兩極地區處於失重狀態, 這樣,在不同地區居住的人必須適應不同重力下的生活。 與亞洲一號不同, 小型太空飛行器可以直接從北極的入口進入太空城, 太空艇進入後, 情深發現整個世界都在圍繞著自己旋轉。 太空艇必須自轉以與城市的旋轉同步, 然後才能降落。 情深和曹斌乘坐高速軌道列車前往低緯度地區, 速度比亞洲一號中的公路車要快許多。 情深發現這類的城市建築更密集也更高, 顯示出華為的大都市氣派, 特別是在高緯度的低重力地區, 建築的高度只受球體空間的限制, 再靠近兩極的地區都出現了高達十千米的大廈, 是球體半徑的一半。 其頂端它人造太陽也只有幾十千米, 將從地面伸向太陽的幾根細長的尖似, 北美一號建成較早, 球半徑二十多千米,是人口最多的太空城, 有兩千萬人居住於其中。 是木星城市群落中繁華的商業中心, 在者坐太空城中。 情深看到了一個亞洲一號所沒有的壯麗景觀, 赤道橫海,其實,大多數太空城中都有寬度不等的橫海。 亞洲一號在者方面倒是一個特例。 在球形阿托球形城市構形中, 在重力方向上赤道是最低處, 城市的水體自然集中於此, 形成一個環繞城市中部的水滑, 成為城市的一條波光輪輪的腰帶站在海邊。 可以看到橫海自兩側升起, 從太陽後面黃跨天空, 情深和曹賓成快艇在橫海航行一周, 航程六十多千米,海水來自木惠二。 清澈冷烈,淪淪的波光投影到兩岸的摩天流群上。 橫海向木星的一側提霸較高, 是為了防止位置維持時產生的加速洗海水日出。 儘管這樣,城市在進行非常規推進時, 還是可能導致小區無水災。 曹賓帶程深去的第三座太空城是歐洲四號。 這座城市的構形是最典型的拓球形。 它的特點是沒有公用的人造太陽。 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微型最變太陽。 這些小太陽在兩三百米的高度照亮部分地面。 這讓造的好處是失重軸線可以充分利用。 在歐洲四號的長軸線上, 建設了所有太空城中最高或最長的建築物。 它長四十千米,連接拓球體的南北極, 本身就形成了一根長軸。 由於內部處於失重狀態, 主要用作太空港和商業娛樂區。 歐洲四號是人口最小的太空城, 僅四百五十萬人。 飾演看世界中最富裕的地方, 情深驚奇地看得一大片在小太陽照耀下的精緻別墅。 每棟別墅都帶有遊泳池。 有的甚至還有寬闊的草坪。 寧靜的環海點序著片片百繁, 岸邊有遊閒的垂吊者。 它看得一艘遊艇換換駛過。 其豪華程度較知過去的地球也毫不信息。 艇上正在舉行有小惡對伴奏的酒會。 它很驚奇, 這樣的生活居然能夠搬到它地球八億千米的木星陰影中內。 太平洋一號可以說是歐洲四號的反面。 這是掩體工程最早建成的太空城。 與北美一號一樣是標準球體構形。 它最大的特點是不屬於木星背面的城市群落。 而是要木星運行,是一夥木星的遺星。 在掩體工程的早期歲月, 太平洋一號被用作上百萬工程人員的居住區。 隨著工程的進展, 又被用作施工材料的大型存儲庫。 後來發現, 這座早期的實驗性太空城有去多設計上的缺陷, 最終被廢棄了。 向掩體世界的大移民結束後, 太平洋一號中又開始有人居住。 後來也形成了一座城市, 有市政府和運警機構, 但只負責維持最基本的公共設施的運轉。 對於城市社會基本上放任自留。 太平洋一號視為一座不需要居留權, 就可自由入住的城市。 城中主要是失業者和流浪者, 以及眾多因各種原因失去社會保險的窮人。 環有了道的藝術家, 後來甚至成了一些極端政治組織的據點。 太平洋一號沒有城市推進器, 內部也沒有人造太陽。 最重要的一點是它不自轉, 城市處於完全失重狀態。 情深進入城裡後, 看得的是一個童話般的世界。 仿佛一座破舊但繁華的老城市, 突然失去了地心引力, 一切都飄浮在空中。 太平洋一號是一座永夜之城, 每座建築都用核電池維持照明和生活, 於是有了曼天的燈火。 城市中的建築大多是簡易憑屋, 用廢棄的建築材料造成, 由於沒有上下之分, 一般都造成六面全有窗雅士門的立方體, 或者造成球形。 後者的好處是在不可避免的飄浮碰撞中強度較高。 太平洋一號中完全沒有地權的概念, 所有建築都在飄浮中為之不定。 原則上市民有權使用城內任何一處空間。 城市中還有大量的流浪者, 他們連棚屋都沒有, 全部家當都放在一個大網兜裏, 以防四處飄散, 他們就與網兜一起在飄浮中生活。 城市裡的交通極其簡單, 幾乎沒有車輛, 也見不到失從拖印索和個人推進器之類的東西, 失從中的人們用腳踩建築物飄行。 由於城市中飄浮的建築十分密集, 到任何地方都不是問題, 但這種移動方式需要很高的技巧。 看著那些在飄浮的建築間, 敏捷穿行的人, 情深不由得想起了在樹之間 游蕩而行的長臂縣, 情深和曹賓飄行到一群圍著 高火的流浪漢旁邊, 這樣然明火在別的太空城是絕對禁止的。 他們用來燒火的東西, 好象是某種可言的建築材料, 由於失重,燃燒無法產生上升的火苗。 只是空中飄浮的一團火球, 他們喝酒的方式也很特別, 把酒從平中所出來, 在空中成許多飄浮的逆球。 那些衣衫破舊, 胡子老牆的男人也飄浮著。 把火光中, 那些晶瑩剔透的小球, 一個個吞進嘴裡, 又一個喝醉的家火套了起來。 那噴出的有套物, 產生了反推力。 使那個醉漢在空中翻滾起來, 情深和曹賓又來到一處雜市, 這女所有的商品都飄浮在空中, 在其中幾盞飄浮燈的光亮中 形成旁襲的一撇。 顧客和小販就在其中飄行。 這混浮成一團的貨物, 應該很難分清那件屬於誰。 但如果有顧客擦看某件東西, 立刻有貨主過來搭散。 這類的商品有服飾、電器、食品酒類、 各種容量的核電池、各種輕武器等等, 還有去多稀奇古怪的古董。 有幾片大小筆一的金屬殘片飆出高價。 炭主說是太陽在哪空間收集的 末日戰役中戰艦的殘片。 不知是真是假。 情深驚奇地發現, 還有一個買古書的攤位。 翻看幾本。 對他來說,那些書並不古老。 所有的書也是在空中飄浮成一大團。 許多書的書頁展開, 在燈光中,像撲動著白刺的鳥群。 情深看到一個木盒飄過眼前, 上面標明是雪茄。 他剛拿著那個木盒, 立刻有一個黑人男孩飄過來, 順勢淡淡地向情深保證 這是正宗的古代哈雅那雪茄, 已經保存了近兩百年。 因為有攝乾料,可以便宜攝, 並打開盒子讓情深渴, 於是他買下料。 曹斌特別帶著情深來到城市的邊緣, 就視太空城的球壁。 球壁上沒有任何建築物, 也沒有土壤等內襯, 處於城市剛建城市的無敗狀態。 在小範圍內看不出湖道, 將一片廣闊平坦的廣場, 建築密密麻麻地原浮在上空, 把斑蘭的光影投射到廣場上。 情深看道, 內壁上滿了桃鴉的畫作, 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原荒, 這些畫色彩濃烈, 狂野奔放, 想像汪洋刺意, 在變幻的光影中將活了一樣。 仿佛是從上方飄浮的城市沉澱下來的夢幻, 曹斌沒有大情深繼續深入城市。 因為據他說, 市中心地帶的社會秩序狠亂, 城裡常常發生黑幫火瓶, 前幾年的一次衝突警擊川球壁, 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漏事故, 後來, 仿佛形成了某種不成敏的約定。 這些衝突只在城市中心區域發生。 曹斌橫告訴情深, 聯邦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財力, 在太平洋一號上建立社會福利。 儘管在這裏居住的六百多萬人大部分沒有工作, 但也能保證基本的生活。 如果黑暗森林打擊到來, 這裏怎麽辦情深問只有毀滅, 城市沒有推進器, 就事有也不可能推進到陰影區與木星成並行運行狀態。 看這謝, 曹斌指至空中飄浮的大群建築。 如果城市加速, 這一次會撞到球壁上, 導致球壁破裂。 那時城市就會將一個漏了底的袋子。 如果打擊警暴出現, 只有把這女的人緊急疏散到別的太空城中去再離開時。 情深透過太空艇的燃槍, 蓋地看著原浮的永夜之城。 這是貧窮和流浪的城市, 卻也擁有色彩萬千的生活, 將一幅失重狀態下的清明上河土。 他知道, 與上一個時代相比, 掩體世界遠不是理想社會。 向太陽是邊緣的大移民使得早已消失的一些社會形態又出現了。 但就不是倒退而視螺旋形上升。 是開拓新疆運必然出現的東西。 從太平洋一號出來後, 曹斌還帶程深看了幾座特異構型的太空城。 其中他太平洋一號較近的是一座倫福壯城市。 就是程深六十多年前曾經到過的地球太空電梯中端站的放大板。 程深對太空城未全部建造成倫福壯一直不太理解。 因為從工程學角度來看, 倫福壯是太空城最理想的構型。 建造它的技術難度要遠低於整體外殼構型的太空城。 建成後具有更高的強大和抗災能力, 而且便於抗建世界感曹斌的回答很簡單。 就是身處一個世界的感覺。 太空城必須擁有廣闊的內部空間, 有開闊的視野。 人在裏面才能感覺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個世界中。 如果換成倫福壯形, 那人們將生活在一圈或者幾圈大足之旅。 雖然內表面積與整體外殼構型的太空城差不多。 但裏面的人總感覺是在飛船上, 還有一些構型更為奇特的太空城。 它們大多視工業或農業城市。 沒有常駐人口, 比如一座叫資源一號的太空城。 長度達到120千米,直徑卻只有30千米。 是一根細長的桿子。 它並不是要自己的長軸旋轉, 而是以終點為軸心翻著跟斗。 這座太空城內部是分層的。 不同層的重力差異極大, 只有少數幾層適合居住。 其餘部分都是適合不同重力的工業區。 據曹斌說,在土星和天王星城市群落, 兩個或幾個肝臟太空城可以自中部繳結在一起。 形成十字形或星形的組合體。 掩體工程最早建成的太空城群落, 是木星和土星群落。 載教晚建設的天王星和海王星群落中, 出現了一些新的太空城建設理念。 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界面, 在這兩個處於太陽系遙遠邊緣的群落中。 每座太空城都帶有一個或多個標準界面。 可以相互對接組合, 組合後的城市居民的流動空間成倍擴大。 有著更好的世界感, 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連通後的大氣和生態系統成為一個整體, 運行狀態更為穩定。 目前的城市對接方式一般為同族對接。 這樣對接後可以同族旋轉, 保持對接前的重力環境不變。 也有平衡對接或垂直對接的設想。 這樣可以使組合後的城市空間在各個方向更為均衡。 而不僅僅是同族組合的縱向擴展。 但由於組合體共同旋轉, 將使原有的重力環境發生重大改變。 所以沒有進行過實際嘗試。 目前,最大的城市組合體在海黃星, 八座太空城中的四個同族組合為一體, 形成一個長達兩百千米的組合城。 在需要的時候, 比如黑暗森林打擊警暴出現時, 組合體可以在短時間內分解。 以增強各自的機動能力, 人們都抱有一個希望, 有一天能夠使每個城市群落中的所有太空城合為一體。 形成四個整體世界, 目前,在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背揚面, 共有六十四座大型太空城。 還有近百座中等和小型太空城, 以及大量空間站。 再由它們構成的掩體世界中, 生活住九億人, 這幾乎是現存人類的傳報, 在黑暗森林打擊到來前。 地球文明已經進入掩體。 每座太空城的政治地位相當於一個國家。 四個城市群落共同組成太陽系聯邦。 原聯合國演變成聯邦政府。 歷史上地球各大文明都曾出現過城邦時代。 現在,城邦世界在太陽系的邊再現了。 地球已經成為一個人煙稀小的世界。 只有不到五百萬人生活在那裡。 那時世不願離開無星家園。 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神無所畏懼的人。 掩體世界中,那有許多膽大的人 不斷地前往地球旅遊或度假。 每次行程都視到命的冒險之旅。 隨著時間的推移,黑暗森林打擊,日益臨近。 人們也融入了掩體世界的生活。 對無星的懷念在位生計的忙碌中漸漸淡漠。 去地球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 公眾也不再關注來自無親行星的資訊。 只知道大自然在重新領那裡的一切。 各個大陸都逐漸被森林和草原所覆蓋。 人們也聽說,樓下的人都過得像國王一樣。 每個人都住在寬闊的莊原裡。 都有自己的森林和湖薄。 但出家門必須帶槍,以防野獸的襲擊。 整個地球世界,目前只是太陽是聯邦中的一個普通城邦。 情深和曹濱,乘坐的太空艇, 現在已經航行在木星城市群落的最外側。 再巨大陰暗的木星之伴。 這個太空城群落,獻得那麼渺小孤單。 仿佛是一面高大山崖下的幾棟小屋。 它們遠遠地透出柔和的燭光。 雖然微弱,卻是這無邊的嚴寒和方直中僅有的溫暖淒所。 是所有疲憊女人的向往。 這時,情深的腦海中竟冒出一首中學時代讀過的小詩。 是中國民國時期一個早被遺忘的詩人寫的。 太陽落下去了,山、樹、石、河。 一切偉大的建築都埋在黑影裡。 人類狠有趣地點了它們的小燈, 喜悅它們所看見的,希望抓住它們所要的。 掩體紀元一一年,光束二號, 情深和曹斌最後的目的地時星還城, 那是一座中等太空城。 中等太空城,市紙內部面積在兩百平方千米以上, 50平方千米以上的太空城市, 它們一般都混集在大型太空城的群落中。 但目星群落兩座中等太空城, 星還城和光束二號, 卻孤零地處於太空城群落的最外側。 遠離群落主體, 幾乎在目星的陰影保護區之外, 再到達星還城前, 太空艇經過了光束二號城。 曹斌告訴程深, 光束二號曾是一座科學城, 是研究降低真空光束建立黑活的兩個基地之一, 但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座廢棄的空城。 程深狠感興趣, 提出要看一看這座科學城。 曹斌肯勉強地指示太空艇轉向哪個方向, 我們從外面看一看吧, 最好不要進去曹斌月。 有危險嗎?有危險, 同樣有危險的太平洋一號, 我們也進去了, 這個不一樣。 光束二號裏, 沒有人。 視作, 鬼城, 反正人們都這魔術, 隨著太空艇的接近。 程深看道, 這座太空城, 確實是廢墟, 它不自轉。 外表殘破, 有許多破洞和裂縫, 有的地方蒙皮帶快地外翻, 老出裏面的坑架。 看著在太空艇探照燈照耀下的這座巨大的廢墟, 程深的心中有一種敬畏和恐懼。 它覺得這廢墟像一頭割淺的巨瓶, 它躺在那裏年代久遠, 只剩下乾裂的皮和骨格, 生命早已離他而去。 程深覺得, 展現在自己面前的似乎是一座比亞典衛城更古老的為止, 隱藏著更多的秘密。 太空艇慢慢靠近一道大裂縫, 裂縫有幾個艇身寬, 裏面的金屬框架二扭曲橋起, 形成一個破口。 太空艇的探照燈從裂縫照進去, 程深看到了遠方的地面, 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 太空艇駛入裂縫一小段後緣亭, 打開探照燈向各處掃射。 程深看到各個方向的地面都是空的, 不但沒有建築物,也沒有任何雜物, 看不到曾經有人居住的痕跡。 飾駕結構的格子在地面上清晰可見, 它是個空殼嗎? 程深問,不是曹斌看了程深幾秒鐘, 好像在估計他的膽量。 然後關閉了艇上的探照燈, 程深最初看到的是一片黑暗, 星光從對面的裂縫透進來, 像透過破房子的房頂看夜空一樣, 但程深的眼睛適應了黑暗後, 發現太空城廢墟內並非漆黑一片, 而是閃著幽幽的藍光。 程深身上一陣發濫, 它強令自己鎮定下來尋找光源, 發現藍光是從城內空間的中部發出的那是一個光點, 亮亮滅滅,尖隔沒有規律, 像一隻隨意斬動的眼睛。 廢墟的內部隨著光點的明滅時隱時燕, 剛才空空蕩蕩的地面充滿了奇怪的影子, 像夜裡被天邊閃電照亮的方圓。 那光是太空塵埃落入黑洞產生的, 曹斌指著光點的方向說, 似乎為了減輕情深的恐懼, 那裡有一個黑洞嗎? 是的,現在它我們不到五千米吧, 一個微型黑洞,使亞西半徑只有二十納米, 品質相當於木為十三在這幽蔭的藍光中。 曹斌吸成深講了光束二號和高威的故事。 對降低真空光束的研究幾乎與掩體工程同時開始, 作為人類的第二條生存之路, 國際社會為此投入了巨大的資源。 掩體工程專門為此建立了一座大型太空城作為研究基地, 這就是土星群落中的光束一號科學城。 但六十年的大區模研究沒有取得任何突破, 即使在基礎理論方面也沒什麼進展, 在界質中降低光束並不是難事。 早在西元2008年, 就能夠在實驗室中把界質光束降低到令人難以自信的每秒十七米。 但這與降低真空光束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前者只是通過界質原子對光子的吸收和再發射實現的。 這中間光子的傳播速度仍是標準真空光束, 對黑活計畫沒有意義, 真空光束是宇宙基本常數之一, 改變它就等於改變宇宙規律。 所以,降低真空光束必須在物理學最基礎的另為有所突破, 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60年內,基礎研究真正的成果是環日加速器的彈生, 而它的出現,直接導致了黑活計畫中最大規模的研究專案黑洞專案的實施。 科學家們一直試圖通過各種極端的物理手段對光束產生作用, 曾經生成有史以來最強的人造磁場, 但對真空中的光產生作用, 最好的選擇是引力場, 不過在實驗室中產生局部強引力場極其困難, 唯一可能的途徑是黑洞, 而患日加速器能夠製造微型黑洞。 黑洞專案的首席科學家是高威, 曹斌曾與其共事過幾年, 他用一種很複雜的感情向程深描述此言。 這個人有很嚴重的自閉症, 不,不是天才自我選擇的孤獨, 就是一種精神缺陷。 他極端孤僻,與任何人都沒有交流, 也從沒有與異性交往過, 只有在這個時代, 他才能在事業上取得那樣的成功。 不過人家也就試拿他當高智力電池使用而以。 他深受這種缺陷的折磨, 也一直在試圖改變。 這一點上他與別的天才完全不同。 好象是從廣播紀元半年開始, 他一直從事降低光束的理論研究。 狠逃入, 以至於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疑情, 他感覺光束就是自己的性格。 只要能夠改變光束, 也就能改變自己。 但真空光束確實是宇宙中最強硬的東西。 降低光束的試驗研究, 就像是對光的, 不擇手段的酷刑, 人們把各種極端的物理手段作用於光, 打擊他, 扭曲他, 折斷他, 支解他, 拉伸他, 壓扁他, 甚至消滅他。 但最大的成果, 然不過是在真空傳播中, 改變了他的頻率。 光的速度則民思不動, 將一度不可逾越的牆。 幾十年下來, 無論是搞理論的, 還是搞實驗的, 都有些絕望了。 有一個說法, 如果真有造物主, 他在創造宇宙時, 只看死了一樣東西, 光束。 而對於高威, 這種絕望又深了一層, 在我冬眠時, 他已經快五十歲了, 還從未接近過女人。 他感覺自己的命運, 就像真空光束一樣額, 於是顯得更加自閉和孤僻, 黑洞項目, 是在掩體紀元元年開始的, 歷時十一年。 其實, 專案的規劃者們, 並沒有對此抱什麼希望。 無論是理論計算, 還是天文觀測都表明, 黑洞也不可能改變光束。 這些宇宙中的魔鬼, 雅只能用自己的引力牆 改變光線的路徑和頻率。 對真空光束沒有絲毫影響。 但要使黑洞計畫的研究進行下去, 就要有超高密度引力牆的實驗環境。 這只能借助黑洞。 患有一個理由, 黑洞本質上是一個大型低光束黑洞。 對一個微型標準光束黑洞進行近距離研究, 也許能得到什麼意外的啟示, 患日加速器可以在短時間內產生微型黑洞。 但這樣小的黑洞會在短時間內蒸發, 為了得到穩定的黑洞。 微型黑洞在加速器中產生後, 立刻被迴出, 並被鑄入到木衛十三內部。 木衛十三是木星最小的一火衛星, 半徑只有八千米, 只是一個大石塊。 在產生黑洞之前, 曾把這火衛星從他的高軌道降低, 並使他與城市群落一樣成為太陽衛星, 與木星平衡運行。 與其他太空成不同的是, 他位於木星與太陽的第二拉格朗日點, 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能與木星保持穩定距離, 不需要位置維持。 這是人類押金為止在太空中推送的最大品質的物體, 微型黑洞被射入木衛十三, 吸入物質後急劇擴大。 與此同時, 物質進入黑洞時產生的巨量輻射也迅速融化周圍的岩石。 很快, 半徑八千米的整個木衛十三都被融化了, 這塊土豆形的巨石變成了一個發著紅光的岩漿球。 這個岩漿球體積再慢慢縮小, 量度卻越來越高, 最後在一團超強的閃光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據觀察, 除了最後被輻射驅散的一小部分物質外, 木衛十三的大部分物質都被黑洞吸入。 這個黑洞變得穩定了, 它的史亞西半徑, 或者越視界半徑, 由一個基本粒子大小增長到二十一納米, 然後, 以黑洞為中心建造了一座太空城。 這就是光束二號, 黑洞原浮在光束二號的中心, 這完全是一座空城。 處於與太空連通的真空狀態, 不自轉, 實際上, 就是一個容納黑洞的巨型容器, 人緣和設備都可以進入太空城, 對黑洞進行研究, 對黑洞的研究持續了多年。 這是人類第一次在實驗室狀態下, 對黑洞樣品進行研究, 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發展了理論物理學和宇宙學的基礎理論。 但這些成果對於降低真空光束都沒有幫助, 在黑洞樣品研究開始後的第六年, 《高威與難料》按照世界科學院的官方說法, 他在研究工作出現的一次事故中被吸入黑洞, 其實少有常識的人都明白, 高威被吸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黑洞之所以成為連光都能吸入的超級陷阱, 並非因為他有巨大的引力總量當然。 由行星攤縮而成的大型黑洞引力總量也是很大的, 而是具有超高的引力密度。 從遠距離上看, 他的引力總量其實與相同品質的普通物質相當。 假如太陽攤縮成黑洞, 地球和各大行星將仍然在圓軌道上運行, 不會被吸進去。 只有在十分靠近黑洞的範圍內, 他的引力才顯示出魔力, 在光束二號中, 黑洞周圍有一張防護網, 半徑是五千米, 在研究工作中人緣禁止進入網內, 木衛十三的圓半徑僅八千米, 所以黑洞在這個距離上的引力值 與以前站在木衛十三上差不多。 這個引力是十分微小的, 人在那裡的感覺與失重差不多。 完全可以憑直太空伏上的推進氣逃脫, 所以高威不太可能是被吸入的, 在得到穩定的黑洞讓品後, 高威就對他住了迷。 與光束搏鬥了者摩多年, 不能陷動他絲毫。 連這個接近三十萬的常數小數點後面的許多位, 都改變不了份好, 他充滿了焦躁和挫敗感。 鎮空光束行定是宇宙的基本規律之一, 於是他對宇宙規律既怕遊行, 可眼前有這摩一個東西, 一個能把木衛十三壓縮到二十一納米的東西。 在他的世界內部,在哪個時空奇點裡, 已知的宇宙規律失效, 高威常常趴在防護網上, 連續幾個小時盯著五千米遠處的黑洞看, 看著他像現在這樣幽幽的閃亮。 有時他聲稱黑洞在說話, 他從閃光中看出了什麼資訊, 沒有人看到高威被吸入的過程, 如果有錄影也從未攻。 他是黑洞項目的主要物理學家之一, 有打開防護網入口的口令, 他肯定進去了, 一直向黑洞飄過去, 一直接近到黑洞引力使他無法返回的距離, 他可能只是想近距離看看這個讓自己迷亂的東西, 也可能是決定進入那個宇宙規律, 不起作用的奇點來逃避這一次, 以後的事情就很詭異了。 高威被吸入後, 人們用遙控顯微鏡觀察黑洞, 發現黑洞的事件事件, 現在就是那個半徑僅21納米的微小球面上, 有一個人影, 那就是正在通過世界的高威根據陰異上對論。 對於一個遙遠的觀察者來說, 事件世界附近的時間急劇變慢, 落向世界的高威掉落過程本身也變慢至無限長達, 以高威為參照系, 他已經穿過了世界更離奇的事, 那個人影各部分的比例是正常的, 也許是由於黑洞很少。 潮織力引力源對物體產生力的作用時, 由於物體上各點到引力長距離不等, 受到引力大小不同, 從而產生引力差, 對物體產生施捨效果。 這種引力差就是潮織力並沒有作用到他身上, 他被壓縮到如此微小, 但那一處的空間曲率也極大, 所以不止一名物理學家認為 世界上的高威身體結構並沒有遭到破壞。 換句話說, 現在他可能還活著, 於是,保險公司拒絕支付死亡保險金, 雖然從高威自己的參照系看, 他通過了世界,應該已經死去, 但保險合同是以我們這個現實世界為參照系制定的。 在這個三照系中無法證明高威已經死了, 甚至理賠都不行, 保險理賠必須等事故結束後才能進行, 高威仍在向黑洞聚落中。 事故還會有結束, 永遠也不會結束, 這時有一個女人提出法庭訴訟。 要求世界科學院立刻停止對該黑洞樣品的研究到目前為止, 遠距離觀察已經沒什麼可造的了, 進一步的研究必然要對黑洞進行作用。 比如讓實驗物體進入黑洞, 這就要產生大量的輻射, 還可能對世界附近的時空環境產生搖動。 如果高威環活著, 這就可能危害到他的生命。 這女人並沒有勝訴, 但有於各方面的原因, 對這個黑洞樣品的研究還是終止了? 光束二號也完全荒廢, 現在只能等待這個黑洞蒸發掉。 據計算這還需要半個世紀,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 還是有一個女人愛上高威了? 可惜高威一直不知道這時, 後來那個女人幻常到這女來, 用電波或鐘眉紙向黑洞發資訊, 甚至寫了一幅大標語蒙到防護網上表達外意, 不知道下落中的高威能否看到, 不過從她自己的參照是看, 她已經穿過世界進入奇點, 反正這事挺久結的情深看著廢墟的黑暗深處那團幽幽南光, 她現在知道那裡可能有一個人, 正在時間停滯的界面上, 應地墜落。 這樣一個人, 在這個世界的視覺中她還活著, 在她自己的世界她卻已經死了, 有多少奇怪的命運, 又有多少不可想像的人生, 她這時也感覺黑洞的幽光, 似乎真的傳遞出某種資訊。 更像一個人,在閘眼了, 情深收回目光, 這樣到心裡如這太空中的廢墟一樣空蕩蕩的, 她輕輕地對曹斌說, 我們去聲還成吧。